你問星斗是否會一成不變地轉動? 又不是 你知不知道春分點在這幾千年來已經變成了嗎? 怎麼變化? 因為我們的太陽是在宇宙航行的 所以我們的宇宙是不斷地擴大 其實我們看到的星的位置是每一段時間都微微移動了一點 什麼時候呢?每72年移動了一分 720年就移動了整個宇宙航行的 所以在阿里士多德時的春分點是在白羊座的 他們當時是取白羊座的位置做春分點 但是其實現在的春分點真正在星上 就是一個雙魚座的 明白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個春分點由幾千年前 即是現在用科學已經可以計算出來 我下次給你們看一張圖 所以因為這樣 為什麼我們四千年前的那些人 每個都建了三角形的金字塔 包括我們秦始皇 漢武帝都是建新字塔的 現在沒有人建金字塔的 現在每個都建高樓大廈 這就是因為時而世易 但是有些事情是重複過 1046年我沒有記錯 就是十字軍東征 公元900多年 就是西方人由教皇號召 就要去佔領耶路撒冷 嗯 我們居然1945年 1950年 西方人 就幫助猶太人佔領耶路撒冷 打了這麼多年 到今天 美國仲駐軍在東東 和當年的十字軍東征 十三次十四次的十字軍東征 目的就是要有一個基督 或者非回教的國家 在耶路撒冷 嗯 今天不是一樣嗎 看見到重複性嗎 嗯 相隔一千年 剛剛大概一千年 當然不是exactly一年對一年 所以你看到 我們逆經的說法 就是這個叫做循環 所以剛才他說的句話 第六十四卦 第六十四卦未制未完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 我又可以 因為你說到未制 我就把 未制的六咬 讀一讀大家聽 你會發覺 他讀的東西 是真的沒有厘頭的 未制亨 這句就是整個未制的第一句說話 小狐逆制如其尾 之後有一隻狐狸仔 弄濕了一條尾 這個就是他沾到的掛 無油膩 沒有什麼好處 初六 如其尾 舊 即是狐狸 弄濕了尾 所以就不太好 就是論 論 九二 舌其論 吉 車子脫了輪 就是好 脫輪也好 這個用掛來解釋 用咬來解釋 你不要只看教詞 第三 什麼都沒有解釋 六三 未制 正空 尖島 打仗 就不好了 利涉大村 適宜過河 利涉大村 在疫經裡面經常出現 為什麼 古人過河很嚴重 你知道嗎 沒有橋 那時候還沒發明橋 要找一些地方最淺水的涉水過 那裏的水流突然有個山洪 有個性 步伐就衝下來了 對 這方面我特別體會心 為什麼 我當年去喜馬拉雅山 就在Luna機場 那裏 就是機場 下機 然後走上廟 那段路很漂亮 綠草 好像IQ博士 畫天神村的背景 中間有一條河 河是一個深深的谷 對面我看到有些村 對面看得到的 就像現在街頭街尾 看得到的 那裏的橋夫說 你要去那條村 走三天 什麼 為什麼走三天 因為中間沒有橋 你要從這裏 走上去一天幾 去到那條橋 過到那條橋 再走一天幾下來 才去到對面的村 你和他搖搖相望 等於我們這裏 第一期望第三期 那麼遠 對不起 要走三天 你看到那些人 可以和他打招呼 但是你過不了 所以利涉大村 這件事 包括以前的人 要去捕捏 過那邊 又要多些野獸 或者去打仗 明明 所以要過河 是一個非常空險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 古人是不會游泳的 有什麼事 被河衝過去 真的沒有救 所以這就是這個意思 九四 正吉悔亡 振用佛鬼坊 三年有上於大國 突然之間 就說打仗 振用佛鬼坊 鬼坊是當時的野蠻民族 我們現在可以去打野蠻民族 三年有上於大國 三年有個大國 因為這樣做 所以有上次 這跟剛才的狐狸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明白嗎 但這是一個統計的結果 第六五 正吉無悔 君子之光 有福吉 更加完全無厘頭 明白嗎 我這樣說 我不是誇口 大部分人對著這些字 每個字都懂得讀 但是 完全不知道他解釋什麼 這些是古文 即是古人 上九 最頂的字 有福於飲酒無咎 如其手有福失事 如其手就是弄濕頭 那到底喝酒弄濕頭 明白嗎 是 就是狐狸弄濕頭 你也可以解釋 聽不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說狐狸 跟著又說打仗 跟著又說 又說 又弄濕頭 喝酒 是否好像沒有厘頭 因為這是統計學的結果 所以逆經的掛咬 表面上是沒有關係 甚至那些詞 即是得利的結果 因為他 舉個例 他有一個結果 是因為他尖 見到就是狐狸 有一個結果 他是尖打仗 明明有一個結果 是尖喝酒 所以他有三個結果 都放進去 是否好像很無厘頭 這就是逆經的難處 也是逆經最有趣的地方 但他有一套系統 他不是隨便隨便說 不是那些 今天我們最古老的文字 是米索不達米亞 但米索不達米亞的文字 是沒有系統的 是說某某人 你權哥欠我三個兩銀 你借了一隻牛給我 那些完全無厘頭的東西 明白嗎 但逆經 就是今天世界文化上 第一個有系統的文化 可以流傳到下來 今天還有人讀的 你找不到別樣的 逆經 聖經嗎 聖經不是文化 不是一個系統 聖經是一個歷史記錄 你再想到誰 古老德國 對不起 沒有了 我們作為中國人 逆經還是尚書那麼早 尚書是春秋戰過 記錄周朝發生的事 記錄以前夏朝發生的事 其實尚書也挺難讀的 以前我收過尚書 是嗎 是 挺難的 什麼 挺難 尚書我對樂浩最重要 讀得最熟 你知道為什麼嗎 所以我自己讀中文的 我都不求博士 別這麼說 因為樂浩和我們風水有關 哦 他是在說什麼 他是在說 周公丹 打敗了管塞二叔 和商朝的遺民之後 決定 再搬手刀在洛陽 即今日周朝的 封稿的東邊 目的是做什麼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將打敗了那幫賤民 安排住在一個地方 即是被貧民忽拐 但是這幫人 以前打敗過 以前作過犯 所以 就要建另一個城 愛利 由我們周朝人大軍隊在那裡住 容易監視管理這幫人 這個城 在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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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洛陽 所以叫洛陽 這個 這個 你剛才說的 洛陽 就是 這時候 怎樣做呢 他又找周公彈的弟弟 死了 突然間又忘記了 哎呀 這個腦子現在 整天都忘記了名字 後來 周浩 叫做中 死了 突然間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呢 就等於是今天的一個職司 和一個風水師 在洛陽 他又去到洛陽地方 找了幾個地點 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當時 找了一個地點之後 先做一個占卜 這個地方好不好 好了 然後就選了一個地方 他沾過幾個地方都不好 落號裡面的介紹就是這樣的 最後就找到一個地方 就沾到好 然後他呢 就要回去 告訴周公 周公再預約一掛 認為好了 他再回來 在那個地方 在那裡呢 就有帳糧 拿著大竹竿 拿著鑼尖 定方位 拿著尺 拿著繩 拿著繩 把城 規劃出來 落號的故事 最後呢 城了之後 請周武王的兒子 叫什麼 城王 城王 城王去那裡主持大禮 即是 濟告天下 這個落號 就是這一段的歷史 日子 什麼時候乾枝 日子 都有在那裡 這段裡面 第一個 清朝有些畫 關於落號的 是 裡面可以畫到 他們當時 整個過程 是由 周公彈 先問了城王 然後由城王 然後呢 再 從二 然後再找他去尖 去製造 所以這個就是 整個過程 裡面 尤其是圖片的部分 和風水有關 因為整個城 是根據理論上 這個就是 古代用來 建一個城 占卜 建城 那個關係 除了看風水之外 還要做占卜 是 明白嗎 我有一個疑問 超公 是 終於記得了 什麼叫做超公 超公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